一名穿泳褲帶挖鏡的男子站在海中 雙手抱住的竟然是義癡大海龜 不僅男子發出笑聲 一旁他的朋友也跟著騎鴻熄鬧 氣得一名鄭義姐大聲喝止 過分耶 到底在幹嘛啦 玩過了嗎 原本還在笑鬧的一群人頓時勁悄悄 跟剛才的吵鬧模樣差很大 這名鄭義姐轉頭赤賀身手抱海龜的男子 台灣很大 看得懂公文字幕吧 好 第一次來了 這男子有什麼 好 你就跟他講啦 跟警察講啦 雖然表示不知道 不能摸 但海龜屬於保育類動物 亂摸可是會出事 男子也被海巡人員帶回訓問 除了這名男子三號 在美人洞亂摸海龜 在前一天 已經有一名外籍移工 做出一樣的違法行為 這名外籍移工 當時在小琉球滑平岩 因為從來沒有看過海龜 不僅飛撲爆住 甚至還打算騎上去 但是海巡人員當時就已經貨爆到場 在沙灘上等著證明外籍移工上岸 當場仍贓俱貨 面對野生動物 應把握三不原則 不接觸 不干擾 不餵食 小琉球是著名的海龜保育區 在海邊或海中 看到大隻的海龜 可是見怪不慣 但是因為有趣強行亂爆 甚至飛撲海龜 都已經違法 高額的罰單是躲不掉 要是導致海龜死亡 還得面臨牢獄之災 記者章 中華里程眼屏東報導 好 到 好 到